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没有明显的发言或反应应对 那我们要请教慧珍姐 是不是大家可能对于张善政的诚信画一个问号呢 你说回归市政的节奏 问题是张善政连地方人都不认识啊 所以只能找黑的找什么找什么的 那他怎么有办法回归到市政的节奏 市政对他来讲是一片空白 一片空白情况之下哪来节奏可言 然后刚刚我不是提到吗 事实上什么两件事情混在一起 就是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了 竞选团队不该来的黑道来了 不该来的一些有一些背景的人来了 结果该来的这些应该是代表着母鸡小鸡 大家一团和气的这些来营的议员们却没有来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整个张善政在打桃园这场选举 可以分的几个节奏 第一个情况是 他从头到尾事实上都没有担任一个 积极然后争取选民支持的一个参选人的一个义务 他从头到尾都是等在旁边 看大家一直他们蓝营的人一直丢林志坚的泥巴 一直丢泼黑水一直丢泥巴 结果后来林志坚开始退了之后换政运棚 他又开始讲了说 什么一些负面的情绪 从头到尾他都是用负面打击的方法 自己并没有积极争取选民的认同 没有争取选民的认同的情况之下 现在自己摄入到诚信问题 摄入到抄袭问题 摄入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自己讲不清楚 然后开始指责别人说 没有难道你们要跟洪基为敌吗 难道你们你要拿别人来帮你做备胎吗 你要拿别人当你的护身符吗 这是非常奇怪一件事情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如果一个市长的参选人 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团队 那请问你能决定什么 好 所以能决定什么呢 我们要请教静平哥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哪有名声名声 昨天记者会上面 静平哥你也有出席 那怎么会搞到这样子呢 32个议员只来了11个人 这其他的人是不相信张善政吗 因为这个跟我有关 所以我站在里面 那我这个我就有意见了 因为慧珍跟在座来宾和主持人 还有各位观众你们不知道 因为我在现场为什么 昨天我 因为这个记者会第一个 他是临时通知 12点半 那还好我在这个 附近的全文会登记 我昨天早上11点正式登记 那登记到12点 我半个小时 绰绰有余还来得及 所以我还可以赶去议会 而这个缘起就在于 昨天早上有三个 这个民进党的议员参选人 去检举 要控告这个张善政 那所以后来 因为我们自己 有几个青壮派的这个议员 那其实在五六年前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 K&T桃园青年议员 这个问证连线 那几乎就是我们八个议员 连我站内 我是等于算是副召集人 我们有另外一个好朋友 召集人 他在中立区 也是现任议员 比我资深一届 那所以当时我们在群组里面 就讨论说 面对有人去告张善政 那我们是不是要反击 我们也要开记者会 也要讲一些东西 我们就在群组 七水八舌 后来因为我是党团的副总招 我先跟大家讲 你那个标题32个人不对 我们国民党团的议员 只有29个人 所以怎么会多三个 所以这少29个人也只来了 真的只有来11个 我跟你讲 我们平常国民党团 开记者会 就算是讲好的 比如说今天发通知 明天要开记者会 来的状况也是里里拉拉 大概就是五个六个 七个八个 不超过十个 你们这么不团结 对啊 不是因为我们的 桃园市不像台北市 有这个交通方便或干嘛 大家集中在一起 桃园市选区很大 各自都在忙 如果你没有开会或咨询 几乎很少会集中到桃园区域 三明路一段九号 桃园市议会那边去开记者会 到党团办公室 所以昨天来的 出乎我意料之外 而且我有点意见 因为为什么 我不是说我小气 因为这个 这个是在我的赖群组里面 这个我刚讲K&T 那个议会问证连线 我们发起的时候 开记者会反击 后来因为我是党团副总召 所以我当然就跟党团总召报告 我们的议员也会跟党团总召报告 那报告之后党团说 好那我们再开 又很临时的发 结果消息就这样传出去了 就来了一大票的这个议员 所以当然看到那么多议员 我一则以 也不会不要说 一则以喜 一则以不要生气 因为不要小气 因为人家来比我平常 刚刚我不是有讲五六个人到场 又来了一大堆一头大股 那不是很好吗 可是照理说 我应该高兴才对 可是我又笑不出来 因为十几个人 到零零总总 后来现场 包括旁边有议员没来 还派他的秘书来 然后也有议员的参选在那边 就大家都跑进来 都要蹭一下 时间就拉长了 我们每一个人就讲到一点点 你说到那个媒体效果 就呈见不太完整出来 但是至少有一个党团的效果 我的状况 我一个人是小事 但是呈见到国民党的立场 跟国民党团 我觉得OK 所以我也不应该生气 也不要那么小气 这第一个 就是刚刚讲那个党 会有跟你们了解的事实 有出路什么 只来十一个这样 所以经过我这样讲了 你们就会清楚那个状况 第二个 刚刚讲那个团队 我也有一些小小的维持 为什么 本来张善政那边 和他的办公室 有跟我说 要请我当我这个其中 我平证区的这边的执行长 或总干事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团队说什么 七个人有过去怎么样 那我就问一下说 那他们还找了谁 他说他们哪一区 又可能找哪一个议员 或找谁谁谁 都是还不错的人选 名单数据会蛮漂亮的 当时 那说我们谁谁谁 哪一个议员是在 比如说中立区 或者是八德区 谁谁谁哪一个议员 像平证区 他就叫我负责挂名 我说没关系 挂不挂我都无所谓 反正我都会帮忙 这是我们自己党内的事情 那后来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 就有人又打电话 或赖传给我说不好意思啊 因为上面那个说不行 他们议员都很忙都在选举 还是不要全部议员都不要挂名 就是改用地方有影响力的人士 然后名单会重新洗牌 我也没意见啊 我说好啊都接受啊 所以后来就呈现 这个刚刚你们在讲的这个团队 什么有过去的历史 如何过去的事 那后来被其他在野政党的议员参选 就拿出来讲这个 这个就是那来源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 原来如果挂我黄近平 或是其他议员的名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为什么从这说出来 刚刚我说张善政 其实他对大家都不熟悉 因为他只认识我们几个议员 在帮忙的啊 他会比较清楚 可是经过地方讨论之后呢 其他的长辈 换地方的辅选人 认为有必要还是借重一些地方 更有钱 这个更有实力 更有这个 有利人士 有利人士 有利人士也好 或者是有地方的影响力的人 去帮忙 其实他们有几个 本身就有正职 本身有他的这个现在要做 或者未来要 可能要做的工作 像比如说有一个苏家民议员 他本身接下来是桃源区信用合作社主席理事长 他根本以后你说要进那个 那是不可能 他没空 他以后等于是一家信用合作社的老板 他哪有时间 所以他能够辅选张善政 感激都来不及了 所以我才会说 我觉得名单从一开始锁定我们 包括我在内我们几个青壮派的人 我觉得OK 那后来又说不要 因为我们在选议员 要换人 然后换这些前辈长辈 我也OK 我们都是会帮忙 所以我觉得能够帮忙的 能够辅选的 能够团结的都可以 不必去计较这些 但是说实在 他们过去有过去的事情 我也觉得没话讲 所以我无话可说 但是尽量拿出来去做见缝插针 我觉得大可不必 所以意思是 你是立庭张善政的吗 对不对 昨天才有这场记者会 对没错 所以我也跟你们讲 那个背景原来是我发起 说要开这个记者会 我们这个群组里面 不过外界有多少人相信张善政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桃源的选战 现在已经变成了四卡都 包括了民进党的前立委 郑保卿 也宣布托党参选 那么在早上11点多 他也正式来登记了 只过这个一个登记 这个民进党的中平会 他们也表示了 这几天就会开会来讨论 要不要开除他的党籍 我们带你快来看 民进党前立委 郑保卿一号早上11点多 这是到选举委员会 登记参选桃源市长 让桃源系卡都正式形成 只是郑保卿这一登记 是维计参选 依过去惯例 中平会恐怕会立刻开会 开除他的党籍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请教一下你是会主动退党 还是等待开除 这个都意义都一样 都不大 好不好 我们知道当初我们就是坚持理想 来面对这个国民党 来说戒严的打压 现在感觉到 现在的压力比起来大 我是生在这里 长在这里 在这边从政 我也跟大家保证 我的买骨还是在逃 所以我们就表示 我们对这块土地很有感情 我们会尽所有的力量 来让桃源往前走 看看画面中 大批支持者到现场助政 举着旗帜和看板 站在郑保卿身边高喊口号 民进党中平会 这几天就会开会讨论 开除他的党籍 只不过郑保卿坚持脱党 信心满满誓言要翻转桃源 就是要让市民看见 参选诚意 好可以看到郑保卿 他还是登记了 要来选桃源市长 但是民进党的中职会 说最快下个礼拜 就会来处理了 但我们要请教一下瑞德哥 因为包括8月27号 宣布参选的第一排的贵宾席 这个后面真的占了很多人 但是有看到绿营的人吗 没有 看到谁呢 来营的名嘴 民众党 妙天的加持 新党 国会党 还有好多好多的网军 这个阵容背后代表什么意义呢 这个背后的代表的意义就是 你们有发现都没有绿的 不是非蓝即白 那这个国会政党联盟 也就是妙天禅师 那么他下面有很多的地址 对不对 那因为有些地址 已经回到国民党去了 可能也在想 那么2024年的时候 希望能够参选 包括桃源的立委等职务就对了 所以呢 基本上都是归在这个 所谓的蓝的阵营里面 另外就是能包括一些 好像民众党的干部 也有人在台上嘛 所以呢 蓝白合体啊 那大概 你看那个名嘴也是都是 几乎都是这个 韩粉的 或者是说蓝营的这个名嘴啊 所以我觉得个人是觉得蛮难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照理来讲 如果在如此的情况之下 对不对 那么他旁边应该是一些 这个绿营的支持者 因为毕竟郑宝清 他这几十年以来 三四十年以来啊 那么几乎都从党外时代 到民进党这个时代 是跟这些所谓台派人士 一起打拼嘛 怎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突然陪在他旁边的人 不是这些人呢 不是这么温暖呢 他如果出来有正当性 出来那么能够真正的 取而代之郑运鹏啊 甚至于赢得这一场这个胜选 比如说桃源市长的话呢 那我觉得他兼容并需 我没有意见 但是他基本上 他的支持者还是应该 都是所谓的绿军才对嘛 那么其实看起来 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结果呢 因为他已经去登记了 我相信十天之内 民进党一定有被他开除党籍 那么郑宝清 有他自己的理念理想啦 在这个黄信介 当这个民进党的主席的时候 他是当时的秘书室主任 所以他的资历当然很完整啊 他的资历当然是民主的前辈之一啊 民进党的创党元老 其中一个也是他啦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 有更多的台湾人 那么他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当中 牺牲自己 甚至于没有能够撑到民进党成立 那因为这样子坚持台湾民主 甚至于被枪决 被无期徒刑 被剥夺他的财产 然后他的孩子们每年二十八都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啊 民主前辈 还有更多的人 那么根据我所知道 台湾第一次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这个戒严时期啊 那么当时如果你敢真正的集体去游行的话 那么很可能被 我有可能主旗逝者跟带头的这些去参加游行 会被判死刑 当时台湾第一个胜战游行 政治性的游行 在当于高雄挙我头 所以高雄挙我头就是桥头 被誉为是台湾民主胜利 我们都以为是宜兰对不对 其实真正第一场的大游行 是挙头大游行啊 那时候为了声援余灯花父子 所以呢才有这一场的这个大游行等等啊 那么这些很多在台湾各地 包括中南部等各地啊 这些人 他们在民进党里面没有一官一职 没有当过国营企业的这个总经理董事长 没有去选过立委当过议员 当过任何一个官职 但是他们对台湾的恶情跟爱 我所知道的 像台南我说我认识 余夫大哥啊 我经常介绍我认识一些朋友啊 台南非常有名的 胡爸爸胡妈妈 他们这些人 整堆这些人对吗 我每次去过台南的时候 都跟他们做回吃饭 这些人现在年纪都大概七八十岁了 没有一个人 为了一官一职 为了自己的个人的权利 他们当年都出钱出力站出来 你知道吗 他们这些人对吗 我请问一下 他们对台湾民主的贡献 哪里少于所谓的郑宝卿呢 郑宝卿今天出来对吧 当然他非常的愤恨 非常的不平 但问题是 在民进党全代会也好 全部通过的这个所谓的 六都提评办法里面 请问有郑宝卿先生所说的那种 大家要公开出来 说一个公平公正公开什么 党内初选 有这个机制吗 没有 既然没有 为什么要为郑宝卿先生 一个人开这个例子 然后以这个作为 你脱党竞选 对不对 非选到底不可 那么至于一些 这个声援他的人 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开放的一个地方嘛 但是有些人以前 也去担任过 非民进党 而是民进党对手的竞选总干事啊 不是你出身 是民进党或是党外 你一辈子我们都要把你供在佛桌上 不能批评啊 当你去骂这个蔡英文 十八戒的时候 想想看民进党在最六岁的时候 欠了两三亿的时候 是在已经都已经到了民流手术房 眼看着不可能再起来的时候 那不然蔡英文正必一呼 出来这样带领的话 怎么会有民进党的现在呢 那这些人难道对台湾民主没有贡献吗 不要医疗卖好 不要永远是你最大 不要永远是你年纪大 你当时参加过 所以什么都是你对 不是你错了 一个人最咬不起的就是 功成身退 而不是功成 那抢不到位置 所以我就翻脸 我就出来 那最后呢 让中国国民党的张善政 可能轻痛仇怪 搞不好这样当选 那你不就成为台湾民主的罪人吗 好那请教黄哥 因为你看这个 力挺郑保卿的后面 感觉起来有点个怀鬼胎的感觉呢 每个人后面好像都有点 为了自己筹谋些什么 但郑保卿今天登记呢 他却说 他会出来参选是 新党外运动 你有看到这里面有新党外运动的样子吗 有台湾站起来 真正为人民留下民主活种 这里面你有看到吗 其实这几年来 因为今天刚好是九一记者节 我当然二十几年记者跑这么多年新闻 每次 因为我长期跑民进党比较多 每次当民进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失败的时候 总是党内会有一些人出来高喊某某运动某某运动 过去有所谓的什么新民进党运动 什么什么 运动一大堆 都很会创造名词 但是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喊完之后 可能喊的那个人得到一下子的光环 短暂的光环 然后准过的水没粉 那真正对民进党有什么样的贡献 其实并没有 反而真正这几年来 我们看到对民进党最大贡献 就是刚刚瑞德讲的蔡英文 蔡英文当时出来有没有喊口号 没有 2008年的时候 他一句口号都没有喊 但是他把民进党一路带起来 所以我今天必须讲 站在郑宝钦身边这些人 我讲的一句就是一群乌合之中 我不是说看不起这些人的能力 而是说你们这些人并不是基于一个理念的结合 你可能只是短期的利益的结合 为了自己的利益考量 对 有些人可能只是要蹭一点光环 然后有些人可能有其他的考虑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确定你们绝对不会是理念的结合 你看他宣布参选那一天 台上跟台下的组合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台上的都是深蓝的 然后台下的呢 这个你知道妙天 妙天这个党他是主张什么的呢 因为他当时叫2020年曾经组一个叫国会政党联盟 他们的主张是统一 两岸走向统一是唯一和平幸福的路 这是他们政党的主张 而当天站在台上 当天据我了解 当天现场这么多人是妙天帮他动员了很多人 因为这个动员能力 说实在平良心讲是不少人 可是我想请问郑宝钦 你开口闭口说你是民进党创党元老 请问两岸走向和平统一是民进党的精神吗 你最好告诉我是 不是嘛 可是你跟这种人可以在一起 然后今天陪他去登记的人叫许国泰 这个可能年轻观众朋友大概不认识他了 许姓良的弟弟 许国泰 他这几年的言论 其实已经完全跟民进党 不要讲跟民进党 跟台湾主流一件完全不一样 许国泰曾经讲过什么 他说因为当时美国不是曾经想一度考虑 要通过台湾的武器租借法吗 他说你跟美国人借钱买武器 第一个2018年的时候 他讲说如果大陆人过得比较好 那台湾改变换人统治有什么不好 好 这知识统一嘛 再来武器租借法他怎么说 跟美国人借武器就像去赌场借钱一样 请问这不要讲说是违背民进党的一贯主张 连跟台湾多数人的政治主张都不一样的时候 台湾站在一起都没有嘛 对 然后这些人现在站在你身边 然后你告诉我说你要搞新党外运动 你是在笑死人的吗 郑保新我告诉你 民进党没有欠你 该给你的都给你过了 给你机会选过 给你机会选过立委 给你机会选过县长 甚至给你当过国营事业董事长 民进党没有欠你 台湾人民也没有欠你 你今天不要出来一副好像受迫害者 说这个民进党提名黑箱作业 然后说你的民调你最高 我也可以做民调 我可以做出来我比蔡英文民调还高 问题是你信吗 民进党的提名机制 他就是选对会然后中央党部他会委托一个民调机关 也许是民进党中央民调中心 也许是外面的民调公司 就是以这一家公司做的民调为准 你任何候选人 你可以自己去做民调 你可以参考 但是你不能拿出来说嘴 要不然每个人做出来民调都是我当事人最高 因为我出钱委托我最大 我民调爱做多高都可以 那这样不就天下大乱 民进党这个提名制度叫做制度 今天包括郑宝钦包括很多支持他的 可能以前是民进党在讲说 民进党党魂没有了 这都黑箱作业 请问提名办法经过全代会通过 全代会是不是民进党叫全国党员代表大会 是不是由党员直选出来的 是吗 那党员各个派系都有 民进党向来派系公治 党员各个派系都有 所以党代表各个派系都有 好 在全代会通过这个提名办法之后 组成一个叫做选队会 选队会也是各派系的代表都有 你说这个叫黑箱作业 那这个黑箱其实还蛮大的 像太平洋那么大了 所以你讲这个话没有人会相信 你稍微了解民进党大概就知道 郑宝钦你讲的那个根本就不是真相 好你今天既然要选 当然参选是国民的权利 我也没什么意见 但是我觉得现在桃园选很简单 不是所谓的戏咖嘟 应该是怎样 不逃民进党的 或说非绿阵营杀咖嘟 就是张善政 赖湘宁跟郑宝钦 他们三个人在抢非绿阵营的冠军 但是这个冠军会不会赢过郑宁鹏 未必 所以现在是非绿阵营杀咖嘟 那绿营只有一个咖嘟而已 所以不是整个选情戏咖嘟 我觉得分析选情要把这个状况局面看清楚 因为郑宝钦我敢说 他绝对拿不到绿营的票 你光是看他那天宣布参选的时候 站在旁边的人就知道 吴子佳 朱雪恒 黄伟翰 你觉得绿营的选民 看到这三个人会觉得说 这个人好棒棒 我要把票投给他吗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郑宝钦出来只是抢到 赖湘霖跟张善政的票 对郑宇鹏来讲 真的没有影响 好 所以刚刚晃哥讲了 现在郑宝钦宣布要参选 这个是非绿阵营的沙咖嘟 虽然郑宝钦非常不满说 这个就是民进党的黑箱作业 也强调说自己做过了七次民调 自己有四次都赢 但这个是自己做的民调 过去选举是这样子吗 当然不是 2005年的时候输给了朱立伦 2016年的立委选举 怎么样呢 好 他那时候是赢了杨立伦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2020年的立委选举 是输给了万美龄 重点来了 最近大家很关心 这个桃园市长的选战 民调如何呢 这个报导是说 张善政领先了郑宇鹏 8.3% 好 这个是ET Today做的 但重点来了 这个时间点做事在什么时候呢 8月23号到25号之间 我们要请教除英委员 这个时候抄袭案发生了吗 还没嘛 所以这个时候 仅供参考用的 所以你看到 现在事情已经不一样了 翻篇转了 侯友宜说什么呢 张善政的事情 回归市政节奏 朱立伦说什么呢 这是要立挺张善政吗 他说是第一级抹黑层 全世界的笑话 那你看张善政自己的作为 真的他们对民调 是怎么样有信心吗 我觉得当然是没有啦 因为你看他今天的出来 他还不敢正面迎战 我觉得其实张善政 你现在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 好好回顾一下当初你是怎么讲林志坚的 我来帮大家整理一下 他当初第一时间说什么 7月21号 他说我是一个真博士 哇真是真啊 真博士 但是真博士就表示不会抄袭人家吗 现在就看得出来 他所执掌的这个专案 当计划负责人 这个完全就是复制贴上的佛跳墙 他说我是真博士 我讲过一百遍了 政治人物的诚信重要于学问 这就要真好送给你 再来7月28号 不要成为台湾教育的罪人 我也觉得这句真好 你现在赶快站出来 因为甚至于不要成为企业用人的罪人 用罪人就完蛋 最后我要讲的是 来 学校老师教小孩 作业不要抄袭 如果投票给某某人 这样对小孩子就没有交代了 讲得真好 所以8月23号之前的这一份民调 当然因为当时 林志坚自己决定退选 然后现在变成了郑韵鹏 当时民党还在做一个整合的过程当中 所以一切的状况不是那么的稳固 可是你会发现民党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团结的意识 包括韵鹏这一棒上来之后 告诉大家 我今天其实就是要帮忙守住桃园 我们整个气势是最快整合的 就像台北市的民调一样 陈时中在短短的一个月以内 把所有78% 将近78%的支持者都都巩固 其实不止台北如此 桃园也是如此 那当然现在会出现郑保卿这个乱流 不过刚刚他讲的那个新党外运动 我那心里想说天哪 是新党吗 郑保卿你要去新党吗 再看看他身边的人 不无可能 所以是新党外面的运动 那我祝福你 当然因为我自己是民党党员 我自己认为你既然要从事一个政党 那你就要遵守这个党的制度跟纪律 不能说我跟你说 这个制度这个纪律对我有利 我留在民进党 这个制度对我不利 我现在就是拔车就要认账你 就是要拔开车 我如果是拔输我就要拔开车 我就要算一个新党外运动 那我觉得我也只能祝福他 好 所以呢 当然要选的话我们都是祝福啦 但是蒋万安呢 蒋万安在今天也登记了 但是他不要小姬的陪同 他找来了12个年轻人 陪他一起骑U-bike来去登记 不过连偏蓝的媒体都说 这个场面真的是有够冷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台北这场选战呢 陈时中跟黄珊珊在昨天登记了 偏偏蒋万安选择在今天登记 你看到这个画面不觉得有点孤单吗 还真的是蛮孤单的 画面也蛮冷清的 为什么呢 因为蒋万安说他不要议员参选人陪同 蛤 你连议员参选人都不要一起陪同 请教一下慧珊姐 因为包括现在就有来营基层 也抱怨说我们都是看新闻才知道 蒋万安的行程 哇 这个基层现在应该炸锅了吧 真的是炸锅 而且人家说母鸡带小鸡 本来就是议员选举或是市场选举 大家而且是一个最大在野党选举 应该要造势的一个场合 结果没有想到现在这只母鸡 把其他小鸡踢旁边去 你走那儿 不闹 而且带谁 带其他小鸭还莫名其妙 你带到12个 当然我们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说12区的一个年轻人 代表你想要把重点放在年轻人身上 把目前为止居于劣势的年轻族群的选票 看能不能吸引过来 但是讲一句实在话 维员站在你旁边难道会输你吗 维员也是年轻人啊 他在那边言笑 维员也是年轻人啊 干嘛要嫌弃维员呢 我们都在替维员觉得不舍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真的是不应该这样 人家维员也是有志青年 第二个 许九百也不错啊 真的 而且第二个你看 有没有看到 我们不讲说奇怪 怎么时候台北市骑脚踏车 可以这样整天驾出来 现在是怎么意思啊 整个台北市都是你的车道吗 难道真的是万安公子吗 整个台北市 我们一般骑不是只能骑车道 我跟你讲我常骑U-PAC 我们骑U-PAC 有些行员走在我们车道上 你能把他扒一下 人家还会等你 所以其实骑车的 脚踏车族是有时候是对于这个 不会特别注意这个 你却是浩浩荡荡 十几个人完全骑过来 那看起来好像没有脚踏车道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着难道你要出来选市长 你就可以把整个台北市 试成是你家吗 你就可以试这些相关的法规 无误吗 所以我觉得其实 有时候他会是这样子 他想要营造出亲民的形象 他想要去坐捷运 他想要去吃热鞭摊 他想要骑脚踏车 但反而怎么做 都让人家觉得 那就是无助人 那就是感觉很奇怪 如果你真的是常骑脚踏车的人 这件事情你应该会注意到 所以我觉得他有时候会刻意去 营造出一个亲民的形象 反而有点似不像 而这种似不像的情况 反而才是为什么你真正失去 年轻人族群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后另外一点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要 哪一点时间特别强要一下 你说郑宝钦这件事情 其实我长期以来 我看到一些民进党 一些可能是前辈 他们以前花了很多时间 很多的心力 在这个民进党的民主运动上 可是我真的要两句话送给他们 第一句话是 酒店关门我就走 这丘吉尔说的 第二句话也是丘吉尔说的 对政治家的无情 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一个标志 什么意思呢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辈子里面 你如果有幸可以在这块土地上 做一些努力 其实对你这一辈子就足以够了 而不是说好像 我已经在这里 你们一定要怎么样回馈于我 你们一定要感念于我 你们一定要把我立同拍 所有往后的世世代代 我都要吃香喝 我觉得其实不应该 抱持着这样的想法 最后就是说 如果你曾经在年轻的时候 你曾经在理念上 民进党结合 到了你现在已经67岁的情况之下 你反而要把这过去一起共同努力的美好 留在你的心里面 而不是因为为了现实考量 为了利益考量 现在的自己 打脸以前的自己 现在的自己 反而成为你早年 想要推翻的那一群人 好 所以要选举呢 不管对谁来讲 团结真的很重要 但是讲完这一场呢 为什么不要 这个议员参选人一起跟呢 好 我们要请教敬平哥 如果你也是要选的嘛 如果你听到这样子 你的市长不要你跟耶 市长参选人不要你跟 这样子你不会觉得很 失落吗 好像你好像不是很在意我 那现在蓝英又说了 我们不是不要这些议员参选人跟 我们是抽号次的时候 再来跟 那你要不要等到洛选 选完之后再来跟 当然对手会怎么栓 我相信都是在他们预期范围内的事情 这一定是讲完他们竞选团队 他们自己会想说 不一样的造势方式 因为不管去登记也好 或者是去10月21号 表定的时间去抽签 其实你要用什么阵容 什么阵仗都是随便 像我昨天去登记 我也只有跟我的两个 三个助理跟我的家人这样子去 就轻车简通 那我看到别的议员 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都是一个议员带一个助理 或一个议员带两个 每一个人的方式不同 如果选市长的话 像张善政当然 我们今天是展现 就是议长带着立委 带着我们所有的议员这样子去 所以要看你要 你的出发点在哪里 但志明哥你看这个标题 讲话现在说 要打造团结人心的台北市 你自己就拒绝跟人家团结了 你要怎么样打造团结人心的台北市 这不是讲得很风凉话吗 这是两回事 因为这不是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来看 打造团结人心的台北市 是他的口号 是他作为一个未来的台北市长 他希望呈现出来的台北市的愿景是什么 所以他愿意带着 那你意思是议员这些参选都不是台北市民 他们也是台北市民 你连议员参选他们都不团结了 那怎么样团结 我刚刚不是说这两件事吗 因为他的事情是分开来看 第一个他带着12区的年轻人 是一个象征的意义 你要说是摆拍也好 你要说是一个象征的造势也好 都没关系 但议员不是说不能造势 或者是不能放在一个团结人心的事 议员一定是他必须拜托帮忙的 这点他比谁和比任何人都清楚 但是台北市这个国民党 在各个区都有提名的这个议员 那就会像 如果来了这个议员 那个议员要不要摇 或者是那个议员没来 会不会又被做文章 你干脆就是12个区 用另外一种方式 用他们的方式去处理 去做他们的造势 你们刚刚那一场记者会 也只来了11个议员 我刚不是讲我们那一场记者会 你平常的人还多好不好 重点是我有找 你讲到这个我就生气 你讲到这个我就生气 你太多了 我有找你们要不要来 是你们要不要来 不是说我拒绝你们来 这个是蒋万安 他不要小鸡到 这感觉起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这个议员参选应该会炸锅吧 不会啦 我觉得蒋万安不会说不要小鸡到 也不会说不要议员来 他可能还是希望巴布的议员 都来帮他 否则他怎么会讲 刚刚你说的 等到10月21号抽签的时候 再请议员一起陪同 我相信到时候 也不见得所有的议员都会到场 因为有的行程 有的时间 有的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新闻 这个和肇事他的宣传 都是要达到他媒体吸睛的效果 蓝营基层的时候 看新闻才知道 有些可能是我觉得是 整个党部跟他的竞选办公室 传达了这个部分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或疏漏 但是通常被这个拿出来做文章 我觉得无损于他自己团队 内部的schedule和他的这个tempo 所以我觉得他们做他们的事情 只要不犯错就OK 好 但楚英委员 我们说这个场子这么冷清 会不会是蒋婉安自找的呢 因为我们还记得 那个时候丁守中也要选 这个场子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子 对啊 大家来看一下 我现在想说 蒋婉安他是不是因为 这阵子选起来已经选到 精神溃散 或是人格溃散 就是自己没信心了 你知道吗 这是当时丁守中的这个画面 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包括几个国民党的委员 包括昨天在那边 我们正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这个秦慧珠秦议员也在现场 结果那边 那边还照做出来 对 但他在现场那边叫嚣说 我们霸占了这个地方 但事实上没有啦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台北市选委会规划的 就是一个媒体采访区 我想这个现场 今天刚好九一记者节啦 我们这个现场 大概都是媒体人在 都知道说每一个选举 包括竞平 其实你去桃园登记 桃园一定也会有一个媒体采访区 让大家去开记者会 刚刚大家看到张善正也是在一个门口的前面 好 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丁守中当年2018年 你说他的气势怎么样如何 虽然他说他落选他没选上 对不对 可是人家这个正式 早做出来 摆开来了 但是蒋万安呢 他就偏偏要 特别标心立的去骑脚踏车 不过我再提醒大家 就是骑脚踏车只有 只能骑在脚踏车专用道上 不可以骑在 大家现在画面看上 不可以骑在不是脚踏车专用道上面 不可以骑在人行道上面 如果这样的话 你是违反了道安条例的 74条 这个道安条例是台北市政府定的 你作为一个要竞选台北市市长的人 你是不是要好好的遵守一下 台北市的这种所谓道路安全条例 你说你要跟青年站在一起 可是你知道这些青年 现在陪你作秀 公然违反道路安全法吗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耍特权 但是回到了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要不要找人来登记 我觉得这是蒋万安你自己要做的 只是因为从这一阵子里 你也看到黄珊珊跟蒋万安两个人的民调 是像麻花卷一样缠在一起 因为他们现在都在抢所谓的 震蓝的血统 这也是为什么蒋万安现在开始念念不忘 这个蒋经国的名言 蒋家的名言 因为他只是信蒋显然不够 可是如果今天他要去发通告 那么如果他这个场面没有营造出来 人不够多 那他是被比下去 而且他是被2018年选举选输的 叮叮 等于安安还输给叮叮的人气 那还得了 所以干脆他就标新立意 没想到标新立意之下 你还公然的违反道路安全条例 我要再次提醒你 这是一个违法耍特权的行为 这也是一个最不良的示范 虽然这是一件小事 但是从小事来看 你就会知道说 他的整个团队 在对于这些竞选规划的时候 没有考量到是这些母鸡 应该要带小鸡 这种候选人的心情 没有考量到真正要守法 是一个身为市长候选人 最基本的原则 也没有考量到什么 没有考量到说 现在其实你在拼选战的过程中 应该是人来得越多越好 可是你连地方基层都不通知 你连议员人家好意来问 你都说你不用了 你脸刚再来 我跟你讲 这个选举就很像说支持者 给你一头热说 哎呀主音 你有没有办演讲场 你有没有阿众的场 我要去 我说你变来 我变成来 我变成来 我把人往外推的 变成 我想这就是 大概票太多了 真的就像国民党你们 大概现在就是你知道 所谓半夜吹口哨 自己壮胆 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民调第一 我们最高 所以没有关系 票很多 所以黄珊珊要 就给黄珊珊一点 那如果陈时中 你有需要的心情 所以把票通通分光光 好那就给这个 讲安安一个人冷冷清清清的吧 好所以国民党 真的是觉得自己票太多吗 应该也不是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这个中时新闻网 在今天做一个民调说 国民党台北市的民调 蒋湾拿到33% 陈时中拿到25% 黄珊珊拿到19% 为什么偏偏是这个19的数字呢 就是要给你压在两成以下 这是国民党 现在要甩掉气宝的说法吗 重点来了 下个礼拜一 有一场行程 什么样的行程呢 蒋湾的军工叫后援会 在下礼拜一五号要成立了 好朱立伦 马英九都要来力挺 我们要请教董老师 这感觉起来呢 军工叫这一块你也要拉 这感觉起来大家都说是铁票区 你怎么要拉拢呢 深难拉警报了吗 是 当然是拉警报 因为各位都还记得 过去的国民党 军 军就有黄复兴党部嘛 公务人员有公务人员 国民党的这个 他的党部 以此类推 教育人员有教育人员的 他的党部 以前是南之清 北之清 中之清嘛 本来你国民党内 对这些特定族群 都有特定的党组系统 在那边动员嘛 你现在哼不郎当 他们通通聚集在一块 军工叫警消 这什么意思 就是你原先的动员系统 一定是失灵的 你现在才要把他们 通通都抓在一起 那照正常来说 如果说在做组织的 就知道 如果说要做这样的动员 你还是要把它分开来 军归军 对不对 公归公 教归教 警消归警消 现在不是啊 把他们通通拉起来 这个就是在 在这个拉警报 没有错 那看来也 我觉得这个国民党 现在要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也是迫不得已的 黄复兴党部 过去是叫铁票区 这个所谓对国民党的铁票 这个威力早就过去了 那现在呢 在以台北市的选举来说 刚好黄珊珊 对不对 她的哥哥黄曙光 是国军二级上将 自有她的系统存在 还有呢 就是说这种眷村 这种军人的这种军教区 等于说黄珊珊 她其实也很熟啊 陈时中也不陌生 因为所谓的军公教 现在就是说过去 我们有印象 说好像是普遍的是 蓝银铁票区 其实早就不是了 尤其是民进党执政 这个八年来 对军公教是很多照顾的 你就看军人就知道 你就看我们的蔡总统 一天到晚去关心军队 去给他们这个 他们的所有的待遇 包括他们的加菜金 都是给的足足的 所以说这个军公教 是所谓的蓝银铁票区 那这已经是一个历史名词 那你现在要靠这种 所谓的什么军公教 警销什么联合大会 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个总会长还是刘胜良 你这个总会长是怎么来 你是属于军公教 警销的哪个系统 凭什么是你当头 对不对 五种不同身份的人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说这种造势的 或是说这种敲锣打鼓 这种效果 比较多一点 你说实际的动员效果 恐怕不是像国民党过去 那么轻松 想得那么简单的 所以是不是国民党 对于选情已经拉紧爆了呢 包括夏立言去中国大陆 对国民党来讲 选情也没有任何帮助 重点来了 中国的无人机 还不停的来找麻烦 我们要请教瑞德哥 因为无人机又来到金门了 我们说这是民用无人机 所以蔡总统不是已经前天下令了吗 要采取强而有力的反制措施 结果就直接开枪把你驱离 射击射下来 好 中国方面现在说什么呢 赵立坚就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没有什么国防部 台湾当局渲染紧张 没有任何意义 到底对中国来讲 是没有面子还没有意义呢 胡锡进事实上只是一个跳梁小丑 那么套一句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讲的 他不是讲说什么中国的无人机 在中国的领土上飞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姓赵的 台湾的这个军队里面呢 在台湾的兵营里面 开枪把无人机打下来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很简单嘛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军队 军队主权跟我们的土地 那么就构成一个国家 台湾中华民国就是一个国家 那么军方辞举 今天中午12点03分 打下了中共的这个无人机 我相信应该是中共的 那么这样的举动是非常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总是 我跟你讲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 绝不轻言牺牲 这蒋介石的名言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们当然想要坚持和平 我们当然不想要开第一枪 但问题是 那么如果今天是在东营的 小飞机里面坐的人 你把他击落 你先把他给这个 等于说驱逐 那你把他击落的话 里面有人 有人命的问题 人道的问题 可问题是 那么当时中营的这个小飞机 我们就应该要 当时国防部就应该要 痛定思痛 去想出解决的办法 最后呢 那么在射飞弹了以后呢 那么中共开始用无人机 大量的骚扰 我们的金门跟马祖 他在干嘛 他在做一个测试 所以呢 他在测试你倒怎么样 一开始都是隐忍 然后用这个信号枪 把你给赶跑就算了 可是到后来 忍无可忍 为什么 他直接亲门踏呼 到你的兵营里面 把你兵营的阿兵哥 把你的口号 甚至于把你的地图 把你什么东西 都进行一个 那么把它公开在网路上 而且你要知道 当他的无人机呢 那么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呢 他也在测试你的地标 你的位置 我说他不太听了 金门马祖以后 他炮要怎么打 他大概都用无人机 可以去测试嘛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金门马祖 并没有所谓的飞弹基地 我们在澎湖跟这个东营有 但是非常重要的雷霆2000 放在金门跟马祖 尤其是厦门对岸的金门 雷霆2000 你不要小看雷霆2000 雷霆2000 如果他集结二三十万的军队 真的要出发的话 咻咻咻咻 转过去 我跟人们没死 八千万一万 问题就在于 他事先就可以掌握你 雷霆2000的基地 跟部署的位置 直接把你给打掉 我们能任由人家 亲门踏户到这样的程度吗 伊警 金门马祖还没有解决 战地政务之前 我跟你说 连水鬼如果摸上岸的话 直接当场枪决 你知道吗 这才是保家卫国 今天更何况是无人机 我跟你说 既然你没有经过事先报备 我根本不知道 你这无人机是哪个国家 是谁的 对不对 侵入了我们的要塞 把你当然打掉 很简单 我管你是谁 我就把你打掉 就算是美国人的也不可以 Berry德哥 他们现在中国的小粉红 还是要来个大内宣 你说拍了一个无人机的 拍摄宣传影片 低空飞行的时候 被一个渔民 顺手用泥土击落 中国小粉红看到影片 也就很开心 就说 这个金防部守军 甚至扬言说 就算是幻象2000来了 中国人也可以用泥巴打下来 对没错 这个影带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小粉红 你们可以回家抱头痛哭了 这个被打下来的无人机 是你们中国的 很简单 是中国他们在中国的海滩上面 要拍一个海滩上面的 相关的这个场景等等 结果可能人家不爽嘛 人家不爽嘛 我在这里 你不是事先没有征求 我的同意就拍我 你一把拿来就砸了嘛 砸了就被打中了 就掉下来嘛 各位我也要不要小看这个无人机 最近有一个新闻是 台湾的大型的四爪八爪的那种无人机 卖到波兰去 波兰在送给了乌克兰 里面可以放六枚的破级炮 结果乌克兰就用我们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八爪无人机 然后放下一颗一颗的破级炮去立下大功 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不把他打下来的话 中共的无人机今天只是来进行观测而已 如果他丢下来的是炸弹怎么办 我问你怎么办 所以事实上在这件事情上面 支持国军 这样做就是对的 不管你是用无人机的讯号遮蔽干扰枪 你只要干扰枪一射无线电 无人机就是靠无线电 无线电一弄了以后 他就乖乖的下来了 然后另外的部分就是直接用这个 包括我们的神社手动T91 我们直接把他打下来 有人今天台湾还有特定的媒体 这些特定的媒体很好玩 都在打击我们台湾国军的士气 然后在灭自家威风 在掌抬那个敌人的士气 还说我们打不到 今天就打下来了 打下来了以后直接掉到海里面 今天来一支我就打一个 来两个我就打一队 很简单 因为很简单只有这样子 九三军人节快到了 这才是我们国军的精神 好所以东老师 现在包括了台湾现在发射了 实弹驱离中国的无人机 而且是获得美国这边的力挺 当然了 因为这是其实是国际的这种 普遍的标准 就是说它是符合国际法的 你的不明飞行物 你如果进入到我的领空 我如果驱离 这个无效的话可以把你击落 更何况我们台湾还有那个药塞 药塞堡垒法 我们也有这个法律 所以说世界各国都一样 所以说把它击落是很正常的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看 最重要的其实是在打一场 这个中共是在打一场 对台湾的那种认知心理战 好像说你们就是借这种影片 这种来嘲笑我们的国军 好像你们的防卫 好像就是说很脆弱 不堪一击 No 不是的 那是因为我们在忍 我们不挑衅在忍 现在可以开火了 马上打架下来给你看看 好 我觉得重点是 这个未来我们也必须要考虑 就是国防部 它是说要送那个干扰枪 到这个到金门 到马祖去 其实我们台湾的这种 无人机的这个制造的这个技术 科技水准是世界一流的 而且上下游是兼备的 就是说整个的生产的 那个要素关键是兼备的 更何况我们蔡总统 已经宣布要成立无人机国家队了 那据我所知 那个无人机国家队成立了以后 未来到某个阶段 某个阶段 都会有新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 到时候全世界会大吃一惊 刚才这个瑞德克 他讲的那个八爪无人机 那只是其中一小款 小case 还有更好的就对了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也应该用民用的 既然这个老共是这样子 来对付金门马祖 我们不理上往来 这个也非礼 我们也可以用民用的 我们台湾无人机多 民用的我们也逛过去试试看 这技术还好的不得了的 对所以说就是不需要去玩这种 我觉得是那种小孩子的游戏 然后以为我们台湾的人的 那个心理很脆弱 不会的 你们大型的军演 真正的飞弹 打了对不对 打了那么多颗 我们台湾还不是照常的生活 该度假的度假 对不对 该休息的休息 所以更不要说这个无人机 只是说他又让我想起 那个曹新成 我们台湾英雄人 我们台湾英雄他说的话 品行低劣的那些电视台 那些匪台 那些名嘴 你怎么会去帮助中共 来对台湾进行这种 打击我们自己明星士气的 这种心理战 我觉得这才可恶 所以大家说呢 要把这个中国的无人机设下来 涉及技术也是很重要哦 所以曹新成呢 在今天宣布了 国际记者会说什么呢 要投入10亿元 培训神射手 休息下马上回来 怎么样可以抵抗中共的侵略 怎么样是爱台湾呢 曹新成在今天上午呢 开了一场国际记者会 宣布要投入10亿元 我们要请教金平哥 这个10亿元内容 是包括要训练神射手 还有300万的黑熊勇士 这怎么样的 武装台湾保卫课程呢 今天早上曹新成 他开了这个记者会后 因为他只大概讲出来说 要捐再捐10亿元 因为他之前已经说 他要捐30亿了嘛 然后再捐10亿元 训练这个300万的黑熊勇士 那300万的黑熊勇士 我不知道他那个黑熊勇士的定义 是指像一种民兵民防的这种部队 还是指什么 然后还有当然那10亿元 还包括要训练30万的 这个宝箱的这个平民神射手 那当然神射手 就是一般讲狙几手 我相信他会有这个计划 10万名的这个宝箱神射手 跟30万名的这个 在各地区的黑熊勇士 应该是来自于这个俄乌战士 这个乌克兰在抵抗 俄罗斯入侵的时候 他的一个构想跟概念 但因为你要落实的话 装备训练的经费 还有包括你是自己去训练 从头开始 还是如果说你要把这个钱捐给政府 由政府来执行 都是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是从头开始 他自己要成立一个学校 比如说神射手训练 10万名你要分多少批 三年内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训练 三年内要训练300万 那可不是小数目 10亿元可能会不够 因为国军你看他这个编列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国防预算年度支出 他的这个占GDP的这个大概百分之二 那甚至是现在军方也希望能够提高到百分之三 甚至超过到百分之四 那这个预算都会很多很多 尤其是一般军队的这个狙击手 他你从俄乌战场战事上看的确有效 你如果从特种部队的这些概念的话 去训练这些神射手 那是不是这个预算要交给行政院 交给中央 然后由国防部 或者甚至包括军跟警 都联合召集训练 因为这一定是由军跟警 才有这个资格去训练他这个神射 用于战事是OK的 但是如果说平民 平常时期 成平时期 他就有很多的这个规范在 不是军跟警 什么样的人可以训练这样 有这样的机会 比如说中华涉及协会 定向非法运动等等 这都是很复杂 那黑熊勇士呢 这个因为如果是从民兵 武装民兵的这个部队来看的话 这个规模300万是够的 因为符合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 国防部他们定义的标准的 这个后备役 大概是有100到200万以上 那要有这样的庞大的规模 你才能够面对隔海 如果他们要进犯的话 他的这个部队 不管是第一波 后续几波来上岸的这个部队 会遭到我们第一线的前线的部队 先歼灭之外 其他我们后备部队 要在24到48小时之内 迅速动员起来 那曹新成这300万 可能不包括后备部队 可能是另外在300万的这个义勇兵 民间的武装民兵等等 那这样的一个这个花费 他要如何跟政府的这个编制 放在一起 我建议政府可能 把曹新成曹董的想法构想 因为毕竟我相信他是抛砖引玉 因为10亿人真的不够 我要讲曹董他有钱 他可以这样子做这个举动 慷慨的捐献 但是如果放在整个政府全民国防的大架构下 可能他要把习惯的相关的企业 跟国防部的还有军方 和整个政府的体系 纳赖一起做评估考量 好 但曹新成这个培训计划 不是想想说说而已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9到10月的课程已经出来了 包括要学些什么呢 军事科普 救护止血 还有避难的准备规划 资讯战跟认知作战 我们要请教董老师 所以曹新成这样的计划目的是为了什么 好 其实曹董他今天的讲话 你把它全文看完 我会觉得非常感动 他是非常系统性跟完整性的 在跟我们台湾人民说明什么 中共是个什么东西 中共他会对台湾怎么样 还有未来我们台湾人该怎么办 他在讲这三大问题 我觉得再也没有人比他讲得更清楚了 简单的说 中共早就讲了 我们台湾人要听进去 他要杀光台独的 他是不留活口的 他要留岛不留人的 那这个呢 这个在香港 我们已经看到他有个范例 就是中共是怎么对付香港的 他有个范例就摆在那边给我们看 香港那个只是阶段 第一阶段而已 这个港版的国安法通过执行的 才一年半而已 所以说在这个折磨 他用的是折磨虐待 这个香港人的 这个这件事情上才刚开始而已 还有阶段二 就是新疆再教育 到最后呢 这个台湾就会像新疆那个地方一样 香港也会像新疆那个地方一样 用那种所谓的分散式的管理模式 让你上再教育营 什么再教育营 你真的以为是去上学上课啊 不是 那个就是集中营 那就是那个虐待营就对了 所以这上课再保护自己就对了